有關就是如何安裝Spyder 其實我有把相關指令 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 也許可以利用這個指令 我這邊把它貼上去 也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只是這個過程有的時候會遇到一些問題 如果你沒有經驗的同學 可能會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所以後來我想了半天 乾脆我先幫你們打包一個懶人包算 不然的話呢 每個人狀況發現都不一樣 到時候光那個問題就很麻煩 所以倒不如我先幫你們弄 然後直接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就先把它下載安裝解壓說 這樣就可以先過關了 這樣的話我們這個地方 才有辦法先往前推進到第二個單元 OK 那第二個單元裡面的話 首先第一個 像我們剛剛是A等於5 B等於3 那如果說假設 我如果要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假設我把它做個變更 假如說我把A改成什麼 比如說改成什麼 改成像有小數點的話 然後B的話呢 假如改成自竄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做運算的時候 應該會發生錯誤 比如說底下這個 你要把sum sum要來跟這個5乘在一起 乘乘5的話 有沒有 乘乘5的話等於是 3.2的5次方 有沒有 5次方 如果沒有加int的話 那一定會發生錯誤 所以如果我把剛剛這個程式改一下 比如說我希望把它改成3.2的5次方做輸出的話 那我首先一樣 拿這個來改好了 把它Ctrl加放大一下 所以一樣 我就是這邊把它改成3.2 變成一個輔點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5 但是我把它改成是這樣的一個 智竄5 那ANS的話就是什麼 我希望得到的是那個3.2的5次方的話 把結果呢把它顯示出來 那當然呢 我現在如果把它直接執行的話 它一定會發生錯誤 這邊把它改成乘乘 乘乘5 意思是說我要3.2的5次方 也就是3.2乘3.2乘5次就對了 ok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輸出它一定會告訴我說 形態錯誤 看一下錯誤 有沒有 執行一下 它會出現什麼呢 喔 又是Type-A 所以以後 假如說呢 它如果 這個執行之後 有錯誤的話 它會告訴你哪裡錯 所以其實 Python 有的時候其實還蠻人性化的 但是有一點不太人性化的地方 就是 它的敘述 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因為它的敘述 它也不是一般的英文 它那個英文有點 給工程師看的吧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的敘述 第一個 它說Type-L 它的標題 Type-L就是什麼 形態錯誤 你知道 形態錯誤 那第二個 它跟你講說 unsupported 就是沒有 資源什麼 什麼operated type 這個什麼 層層 或者是什麼 POW小瓜 這個POW小瓜 不是幾次方的 然後冒號 這個Flow AndStream 說真的 有的時候 一般人看完之後 也是一頭霧水 這到底什麼意思啊 其實 大體上的意思 應該關鍵的 還是在這裡 Stream這個東西 因為呢 如果我要幾次方的話 後面一定要怎麼樣 把這個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 文字轉成 數字之後 才有辦法 所以哦 第一個 你必須什麼 在這邊加一個int 把它包起來 把它怎麼樣呢 刮圍在這裡 然後呢 再跟3.2去乘乘 這樣的話 得到的結果 應該 就不會出錯了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理論上這樣子 把這個5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要3.2的5次方的話 那這個5 你不能是文字5 你一定要是什麼 一定要先轉成5 放到這邊來 才OK 那當然做法的話 就是說 你這邊要加個int 那麼來試一下執行 OK 你會發現 結果的話呢 他就給你 幫你print出來 3.5點 一串 當然了 你想說 老師 可是我將來希望 取到整數的話 怎麼做 取整數的話 怎麼做 很簡單嘛 就把它int一下不就好了 把這個計算結果 把它包在這裡不就好了 有沒有 計算完的結果 只是取整數 有沒有 它本來是這麼一長串嘛 那如果你外面再包int 刮圍起來的話 意思是說我從這邊後面不要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就是335 我們試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執行 有沒有 335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 要把文字 拿來做計算的話 記得 一定要先把它轉型 轉成int 這個時候才OK 那我把這個拿掉了 那你想說 如果要只取到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這個後面會再講 如果要取小數點第二位 其實小數點第二位 跟Excel裡面不是有Round的函數 這邊我記得好像也有Round 我忘了Round把它包一下 一樣 豆點2 應該也是可以 這個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 我們就是把這個形態做轉型的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如果再開一個 一個新的模組 那另外的話 底下我有列出 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我如果想要知道 A的形態是什麼 B的形態是什麼 Sum的形態是什麼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底下 用一個函數叫Type 這個Type的話 其實將來也蠻好用的 你可以拿來做驗證 比如說我在這個 這個程式下方 再輸入 幫我print之後 後面Type它 Type意思是說 把它的形態Type出來 把它輸出 這個應該是要改成 ANS才對 我這邊是用Sum 那你會發現 執行的話 它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 結果這個沒錯 是一樣的 然後呢 這個裡面放的是什麼形態呢 它會跟你講說 這裡面放的是一個 Floaster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你用Type 看到是Floaster 表示這裡面是放一個 有小數點的資料 然後第二個 B的話 裡面放什麼 STR 文字 那 ANS的話呢 裡面呢 就一樣 因為小數點嘛 它就放一個Floaster 那除非說 假設 像我們剛剛 外面如果再把它包一個 RNT的話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在執行的話 那它得到結果會怎麼樣呢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變RNT了 有沒有 我們如果把外面再包一個 RNT 挖扶起來 意思是說它本來是 Floaster 有小數點嘛 那因為經過RNT之後 它就變成沒有小數點 所以你把它Type出來的結果 那它會告訴你 裡面的資料形態 是 整數喔 OK 所以請各位練習一下吧 把那個 剛剛的這一題 稍微改一下 H本來是整數 那你就把它改成有小數點 然後有字串 然後把它用幾次方輸出看看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順便了解一下 這個不同的型態 怎麼樣做轉換 那我們今天的話 當然有學到有關 如果要轉文字 就是STR 刮弧 如果你要轉成數字的話 就INT 刮弧 但是喔 如果你想要怎麼樣 轉換成那個Floaster的話呢 記得喔 另外還有一個函數叫Floaster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